是不是 好吃吗 真不错啊 今年第一天工作 开心吗 累不累啊 他们安排的那些工作 你觉得量大吗 你那些同事对你怎么样 像什么 你就很像 像什么呀 老夫妻 就很唠叨你不觉得吗 很啰嗦 问题很多的 嫌我唠叨了现在 不问了 你不用担心我的 我现在已经上班了 我是个成熟的大人 已经不是小孩了 成熟的大人 挺好 那 送我们小大人一个礼物 好可爱 是不是很像你 是 猪 兔子 这怎么是猪啊 这么大的耳朵 就很像猪啊 好像丧眼 我送你这个呢 我就是想着 我刚开始实习的时候 懵懵懂懂的 每天压力都很大 就会否定自己 所以我希望你 能够不要经历这些 你能够开开心心 顺顺利利的 而且我也知道 你这次留下来实习 是为了能够多陪我 待一段时间了 你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 就跟他说 很解压的这个 这怎么丧眼 跟李哥吵架了 你怎么知道 我眼睛还是能看得到的现在 他拉黑我 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让我留在这边 他想让我回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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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没跟他说呢 我本来是想着 这次暑假跟你一起回去 告诉他的 当面跟他说比较好吧 但是现在 就等国庆放假的时候 我跟你一起回去 还是得诚恳一点 别想那么多 交给我解决就行了 他真的很幼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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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刚才我过两天 就要给你买个新娘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